我国昨天的新增病例创下新高 在新增的172宗病例当中 只有8名本地人 而扣留营爆发的感染群课题引起关注 为了解决涉及外籍劳工的感染群问题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今天宣布 世毛月、武吉加里尔和雪邦三个扣留营的 所有非法外劳必须接受检验 如果报告结果称阴性没有染病 健康的非法外劳一律将被遣送回国 而人力资源部也将在明天公布 涉及外籍员工设施法令的相关详情 国内扣留营的确诊病例逐渐增加 引起担忧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迈·沙比里指出 国家安全理事会等多个部门 在今天的会议上议绝 政府将为三个爆发群聚感染的移民局扣留所 以住至世毛月、武吉加里尔和雪邦扣留营的 所有非法外劳进行冠病检测 他强调没有染病的非法外劳 将被遣送回国 防长强调外交部将和涉及的国家商讨 遣返外劳回国的课题 而所有扣留营的官员都必须接受冠病检测 随着确诊染病的非法外劳人数逐渐增加 伊斯迈·沙比里透露 目前在沙登方舱医院有230名非法外劳接受治疗 政府也决定征用双膝毛诺麻风医院和吉隆坡中央医院妇产科病房旧楼 来收治确诊的非法外劳 这三个地方可容纳1430人 此外伊斯迈·沙比里也透露 吉隆坡一个工地目前有44名客工染病 承包商是在遵守SOP的情况下 为400名劳工进行官病检验 房长强调 目前当局已经勒令关闭设计的工地和客工的住所 并进行消毒 他强调 任何建筑工地如果要复工 必须为所有外劳进行检验 如果发现有客工确诊 工地将被关闭 目前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 一共检查了5236个建筑工地 其中728个符合标准作业程序 209个违反程序 已经有7个建筑工地被勒领关闭 政府关注建筑工地爆发客工感染群的课题 对此伊斯曼·沙比里宣布 人力资源部将在明天公布 关注客工住所等基本设施的法令详情 Akta ini very detail 防长也提到按照现有的法令 外籍劳工目前有两个居住地 分别是大马建筑工业局的宿舍 或是建筑工地的宿舍 这些都由人力资源部管理 他重申政府逮捕非法外劳 是基于保障大部分国民的安全 并不存在歧视的问题 因为外籍劳工非法入境 已经触犯法律 政府在对付非法外劳的课题上 并不会妥协 NTV7综合报道